大家好 今天是9月1號 星期三是9月份的第一個交易天 股市表現還是不錯的 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 恒生指數先低開7點到25871點 曾經一度反復而低見25694點 相對昨天來說 這一分鐘股市是回調184點 可是沒有再進一步往下跳 而且主要南球也輕輕地做好 其中來說 澄清的表現是最好 結果指數就一步一步地上去 到現在大概3點10分鐘左右 指數曾經一度是高見26101點 這一分鐘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是上升了223點 而更重要的就是 第一 九月份的股市 雖然說是第一個交易天 可是指數暫時是從今早的低位 25694點 上升到26101點 當然暫時還是第一個交易天 不能跟大家說股市是先低而後高 可是總的來說 90還是有利 後一個階段股市再進一步推進的 還有就是指數 在9分鐘是穩守在10天跟20天線以上 10天線現在大概在25496點 而20天線大概在258880點 股市要是能夠維持在2692水平 等於說走勢方面是一步一步地偏強的 當然要是再進一步往上看的 第一個目標我們不要看得太高 先看看指數能不能夠進一步上市 8月份的高位 就是8月11號的26822點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主要指數能夠突破268822點 那等於說7月27號的低位 24748點 跟8月20號的低位24581點 是一個小的雙底 這個也是中期的回調的一個雙底 對後一個階段股市的發展來說 應該是比較有利的 信下的就要看成交到底能不能夠配合 其實來說昨天是2000多億的成交 而今天到三點鐘為止已經有1500多億 我覺得成交方面還是不錯的 不管是怎麼樣 9月份還是有一個機會在進一步往上推的 其實我應該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股市從6月2號跌到8月20號 其實來說已經回調十一個星期 要是說只是能夠穩守在10跟20天線以上 那等於說股市已經擺脫了進一步 反復下行的走勢 還有要是能夠突破268822點的話 等於說一個小的雙底已經出現 那既然是股市從8月20號開始的反彈 起碼要三到四個星期 要是要三個星期來說 那股市這一波的反彈 應該可以到9月10號左右水平吧 要是有四個星期的話 那不用說了一定是反復推進到9月20號 那等於說9月份最低限度在月中之前 還是有機會維持一個先低後高 那這個走勢能不能夠維持到月底 這個後一個階段我們才說 最低限度6月份是先高後低 7月份是先高後低 8月份也是先高後低 經過三個月不斷往下尋找低位之後 9月份終於穩定下來而出現一波的反彈 不過當然再說一次 這次股市的回升只是一個計算的反彈而已 並不是一個聲浪的開始 問題就是股市要是維持不斷往下尋找高位的走勢的話 最低限度第一 恒生指數一定要穩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 這個是基本的了 第二就是成交方面 一定要維持在1700到2100左右水平 絕對不能夠減少到1300到1400個億的 這個大家有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走說到這裡